就是老師他的投影片 每一張投影片老師都有把每一個圖說 你應該要講什麼都用文字講得很清楚 所以回去的時候你再去做一些複集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台中講得很清楚 過去的這個整個 前世今生的這個整個所有的變動都講得很清楚 那世人高中的校長 我們就即將開始 老師 我們現在主辦單位是慧文高中 那校長特別立臨到這邊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那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謝謝校長 然後也歡迎校長來掌聲 此為各位環保界的各位臉寒人 也是環保界的老師跟志工 那大家早安 早安 首先慧文高中有機會提供這個場地 讓各位來演習 這個場地是我們平時不太對外開放 那因為我們趙子任對環保教育非常的投入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來提供校長的服務 如果有服務不足的 就算我的帳 那其次我對各位感到 我剛剛剛才在路上跟我們趙子任 稍微談了一些 對各位對環境教育的熱情 這環境教育是傻瓜的人會做的 那個聰明人大概不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是最有意義的 因為人財富有多管 你可能有錢很少 但對環境的持有跟享用其實是平的 好的空氣每個人都會吸的到 好的水大家都喝得到 像以前我在我是澎湖人 澎湖沒有什麼污染 然後來到西部就覺得 一下飛機就感覺那個味道 跟澎湖的空氣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澎湖的空氣有一點鹹混 但是那個空氣聞起來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知道環境教育 跟其實跟人的所謂的生活都在一起 那環境教育要靠人靠社會一起來推動 所以人跟社會人跟自然 以及社會跟自然之間的一個平衡 其實是我們環境教育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那祝福各位對今天的演習有一個圓滿的收穫 我也再次代表我個人對各位對環境的投入 表示由衷的敬佩跟感謝 因為有你們不斷的倡導跟實踐 讓這個社會慢慢對環境教育有所理解 也願意複製行動 那我也理解各位都是我們台中市最重要的見面 那祝福各位再次表示這各位的感謝跟建議 謝謝 拍攝 謝謝 拍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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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